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是2023年的6月26号 欢迎回到 《不好人生》 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现在六周选举要到了 就有人开始讲 现在经济很不好 现在安华不会做 拉菲茨插到要死 马币又跌 经济很不好 你们六周选举 快点跟我投国门 国门上来 经济会突然间好起来 然后国门上来 马币会起回来 我跟你讲 观众朋友 这种话千万都不可以听 车大炮是不用钱 车大炮是免费 车大炮是免费 车大炮是免费的 他凭什么呢 把经济变好 你看现在开始了的 开始讲说 现在国门赢了之后 先讲一下国门的计划吧 国门是希望这个六周选举要赢掉五周嘛 五周到并城他不可能赢嘛 他要拿下五周 拿下五周之后呢 那个中央政府就 国阳国阳了 中央政府国阳国阳之后呢 他就有机会 他有一点点的机会呢 他要夺下那个中央政权了 这个是整个国门的那个 那个计划知道吗 他们的梦想 他们的妙选天开知道吗 所以讲起经济嘛 大哥 难道国门赢了 经济真的会变好 讲着讲着 昨天就发生了 你看我们观众很紧张就通知我了 那个在那个吉兰丹 那个国大巴路那边 那个华人做生意啊 现在华人做生意啊 跑到你的店里给你沙曼了 沙曼你什么东西 不是说你的不够卫生啊 他安安沾沾那个老鼠跑出来呀 偏偏光源来的时候老鼠跑出来呀 那个什么那个灯光不好啊 那个什么来生过去 不是沙曼这些东西 你知道吗 进来 Sloa Pentex 女生啊 那个 他看到那个店员了 Sloa Pentex AA 中沙曼 人家又不是穆斯林啦 人家不是新回教的啦 人家叫华人啊 华人在自己的店啊 只是穿短裤啊 这样子种一张沙曼啊 这个是什么道理我问你啊 这个是什么情况我问你啊 这样子叫做 搞经济啊 这样子 是不是华人做生意呢 要包到像阿富汗那样子 就像阿富汗那样伸两只眼睛 华人以后啊 以后国门营啊我跟你讲啊 你开店做生意 那些小贩啊 怎么啊 怎么通通短裤都不可以穿啊 现在已经开始了吗 真的是他们这样子做吗 所以呢 你讲国门营的话呢 经济怎样变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那个 新闻 现在有人在那边讲啊 现在什么经济不好啊 什么这个 状况很糟糕啊 什么生意不好什么 投国门下生意变好 哇老喂 你有本事你投了 投下呢 等下他就跟你讲了 现在脚底按摩了 等下不给你做 等下你在你的店里穿短裤呢 他给你沙曼 他给你沙曼还是你错 所以呢 真的真的 大家不要 被这些国门的人骗了 他们这次周旋局呢 他在那边讲一大堆东西 到最后呢 一句话 我投你国门的话呢 我到底短裤可以不可以穿 现在是短裤守卫战啊 你不要现在不要讲到经济 经济呢 太遥远 那通豪人生讲经济 讲国家经济现在对我们 可能对我们小市民来讲呢 那个太遥远了 现在就是一句话问你国门 到底我做生意 我现在开店我卖 我炒灰调 我卖那西人吗 我到底可以不可以穿着短裤 你跟我讲好好来 特别是那个 华人啊 国门里面那个很有才华的博士啊 跟我们华人交代清楚 所以呢 国门就这样子 他六周拿下来呢 他讲他就有梦想了 他可以执政中央 我到时啊 他再来洗来灯政变之后啊 所有华人做生意不可以穿短裤了 通通中中砂漫 跟你讲开玩笑啊 所以呢 我们感谢我们的中文媒体呢 今天呢 头版头条看灯 虽然这个事情呢 是件很小的事情 当然啦 你在店里做 你店里开店做生意 中一张商贩 事情是很小 但是伤害非常的大 这个媒体这样子登呢 我跟你讲 马来西亚最少损失呢 几千万啊 几千亿啊 几百亿啊 人家本来要投资了 人家要sign了那个contract 生意要做了 看到这个新闻呢 你这个马来西亚搞什么鬼 你变阿富汗了什么 吓死了吗 我哪里敢来投资啊 我来投资我不能够穿短裤 吓死人吗 那里敢来是不是 啊 所以那个陆兆福去那个香港的 他就讲嘛 香港的那些老板就跟他讲 本来都要来了嘛 本来都要来你们马来做生意了 马来不错嘛 刚刚换了政府 陆兆福做政府嘛 当时就看到你们这些新闻出来 现在呢 Pending 不敢来 Pending 不敢来呀 所以你看 这个 我跟你讲 他们这种政策呢 你对穆斯林 其实他对穆斯林实施都蛮hush 一下了 现在你对非穆斯林呢 也拿来这样子实施 现在出问题了 现在开始讲咯 讲到当时川普铜什么什么 讲一大堆 那个没有用了 伤害已经造成了 伤害已经造成了 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 最近呢 这个团结政府在那边 搞那个爱心肌肉 这个在我的家乡 我妈妈的家乡 那个干风过 今天在卖着 那个1KG5块钱 然后那天呢 我们看见那个林冠英在 搞这个猪肉大促销 所以 他林冠英 现在提醒一句话 假如国门赢了 国门赢了 这个东西不可以卖了 这种猪肉呢 那里 现在不可以这样 光明正大 这种光明正大呢 打敲锣打鼓卖猪肉呢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后国门呢 天天就拿来关注这种东西 人家去沙巴那边呢 人家沙巴的那个 那个首相车队呢 他的车牌 放这个东西呢 也拿来讲 拿来讲到这样严重 我跟你讲啊 这个国门真的是 我讲没有格局 就是没有格局啊 人家这个东西呢 他如果州政府这样讲呢 就是他的 安全措施来的嘛 他一定要贴 他车牌一定要贴清楚 这两首相的老婆做的嘛 不然那个恐怖分子来的时候 他怎样保护 这个是每个州有的 人家沙巴有那个 什么 恐怖分子 知道吗 所以他们的那个车队 他们的守护 他们要这样子贴 好好 搞清楚 然后这个这个车到全部路的 真的那个输入军来 那个乱射的时候呢 At least 你就知道吗 人家有人家的安全考量嘛 他在那边 也拿来 吵这种没有用的 的课题 OK 那么即打招呢 28号解散 那么昨天就来表演这个东西 给大家看 又来搞这个了 他以为呢 他叫毛泽东 他是打算成为毛泽东了 他是打算拉着这些人呢 他扶持他自己呢 成为毛泽东了 这个人不简单 我跟你讲 那么这个经济方面呢 最近这些智库开始呢研究了这个马币真正会去到那里呢 所以应该是 4.9 那个对新加坡钱是3.6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只是让我们知道一点点的就是要接受现实知道吗 你的马来西亚的经济呢你不到那个水平 你不到那个水准 你的马币不到那个水准 那4.9呢 可能才是马币真实的行情啊 我一直认为呢是5块钱啊 你帽 你头没有这样大呢 你硬硬带这样大的帽子 你国家经济你没有到那个程度 特别是这几年给国门后门政府搞了之后呢 搞成这样烂之后呢 现在那里才4.9啊 应该差不多是5块半到6块钱啊 这个才是真正 我们的汇率呢 一定要反映我们世纪的那个经济嘛 不可以这样子 拿来冲 拿来打肿脸皮冲判子嘛 你硬硬法自己犯到3块半 你国家经济势力都没有到那个程度 犯怎么3块半啊 是不是 所以 这个恢复正常 现在叫你生息 生息你生 生息又不能生 不能生你就要马币怎样长回来 所以没有办法了 所以给这些国门这些呢 搞到一团糟 这个你看马来西亚发展中国家的利息呢 那里可以低过美国 这个国门的时候到底怎么搞的 但是 但是安华还是给大家安慰啦 他说 尽管这样子 但是那个经济增长呢 在今年的Q1呢 Q1是好过 那个新加坡印尼跟中国 马来西亚确实是在Q1的时候好过中国 但是接下来呢 他不能够穿短裤之后呢 人家你看人家Teller Swift 就是在新加坡开6厂 这个也是伤害很大一下的 就是偏偏在新加坡开的 你没有办法 你短裤都不能穿 那里可以来马来西亚开 人家要表演呢 人家要表演艺术呢 人家要自由一点点嘛 他在新加坡呢 新加坡是没有 那个服装限制的嘛 他他爱穿什么就穿什么嘛 他人家的那个艺术表演是这样子的嘛 你在马来西亚呢 穿衣服呢 又要拿一个SOP出来 这个又不可以 现在他是来真的了 短裤 你穿短裤 他给你三万 你这样子呢 怎样刺激那个经济 所以呢 那些呢 一直鼓励人家去投国门的人 省智在那边讲呢 国门执政 经济会变好的人呢 我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你国门真的赢了你的州了之后 希望你得到报应 我跟你讲 那马上就来 你的行业 不然 他就天天撒满你 license stock 他会stock掉很多个license 特别是华人的行业 他会stock掉很多 不然就咖咖叫叫你啦 不然三天两天来看你能不能穿短裤啦 这样你怎样做生意 三天两天来看你 有没有穿短裤 怎样做生意 是不是 所以经济那里会好 投国门 是不是 好了那么图好人生 暂时跟大家 update 到这里 新的消息继续跟大家跟进 那么看见 看见人家 这样的那个新闻呢 大家什么想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下回见 官方方方官 取订阅一下 自中国推广都 自工具 巷麒� TS 委面心 世界